台股从元月以来 一路走高站五万点 涨幅已经超过一成 主要推升的力量 就是美中贸易间的不确定性 渴望逐步去除 再加上原本看坏的半导体下修周期 随着库存调整渴望告段落 智慧手机也开始拉货 外资抢先以波云见日 来预告科技业的景气春宴来了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来看看未来几年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 已经收获率成长 多接近10%的目标 外资点出半导体营运动能 渴望持续到第二季之后 投资人开始重新聚焦 具备成长题材 以及竞争力的台场 而且2020年美国台湾 都是选举年 以历史经验来看 选前一年的股市表现 都不会太差 建议逢低旧可开始布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